OK 那我已經完成剛剛從那個單位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黃色區域的這個範圍 就是我們要做公式的地方 所以B有沒有跟D欄跟E 所以總共有7嘛 1 2 3 那今天又完成這4個啦 所以總共有7個欄位 然後當然也是有一個好處啦 就是你可以透過這個快速填滿的空點 點兩下之後 底下只要你公式正確的話 他就自動全部幫你完成啦 OK 那實際上效率當然就大大的提升 不然的話光以前你要用人工的方式查詢 那真的是太花時間的事情了 尤其是資料量越多 那越更不可能是用人工的方式 所以那現在的資料只會變多 因為現在大家都用電腦 而且不是只有人工的方式會產生資料 現在很多裝置都會產生資料 那加上現在AI很盛行啦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這個機器本身也會產生大量的資料 那如果說你要去做一個統計分析的話 那勢必還是需要用到一些工區 像Excel其實就是還蠻方便的一個工區 那剛剛已經把這個7個欄位做出來 所以剛剛是合計 然後再加上名次 那名次部分我剛剛有多了一個動作 就是說這個地方後面的第二個參數 我是把它改成定義成名稱 那如果你不定義名稱也沒關係 兩個方法其實都可以啦 不過我還是比較建議把它定義名稱 我剛剛有提到 你最會是幾個 第一個就是把這個範圍變成名稱叫合計 那第二個的話就把這邊改成合計就可以了 所以做法就是 一我的習慣先取得那個名稱 Ctrl C 二的話就是把那個範圍選起來 游標放M3Ctrl Shift向下 那我是建議啊 你可以把那個Ctrl加Shift再加向下 這個要記 因為這個還蠻常用到的 這樣他就開始幫你把M1 M3一直選到最下面 那選完之後名稱就是把這個名稱貼到這邊來 所以一把名稱 我的希望是把它先複製啦 二的話去選範圍 三就是把那個名稱再貼到他的左上角 左上角 記得左上角這個地方 把它貼上 按Enter 那這個名稱就建立了 那我要改的話 我就是直接把這個Rank.EQ 在這個範圍怎麼樣 按F3 那以後就有合計了 就是這樣 這樣我覺得還蠻順的 OK 然後按確定 那下下填滿以後呢 就完成了 OK 好 那所以今天的作業啦 至少就是請各位一定要把這個 這個範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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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考評 管理系統 這個 總共七個欄位 OK 1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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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那 我們要轉成數字 所以會加一個 然後就是今天的是平均 然後計算 再來合計 最後排名 大概總共七個 这个栏位 公司部分的話 雲端白板上面也有啦 所以如果假設你有些漏掉 你可以再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影片部分我也有把它錄影下來 所以如果你假設有些地方不太熟悉 回去的話自己再複習一下 好,那再接下來的話 剛剛講的部分是ESALE裡面的函數 函數部分做完之後 當然如果假設每天你都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每天哦,如果每天再做一次 你說老師我七個欄位再做七次嘛 不會很困難 總是要花時間吧 如果說你今天這個表格 有很多七個算少 如果七十七百七千個的話 那你每天都要做這個寵物 這樣會時間 所以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變成VBA 按鈕就可以了 剛剛做的事情 我就把它變成兩個按鈕 這兩個按鈕其實也蠻容易理解 這個我們之前都講過了 一個按鈕就是按下它 先把這個就知總共七個欄位有沒有 快速的全部幫我清掉 然後呢 另外一個按鈕就是全部再幫你自動完成 可以清除一下 全部清掉對不對 然後再按考評 自動OK了 也就是說如果將來你的資料有變動的時候 那你就直接按按鈕就可以了 馬上算完 這樣的話其實感覺會比較 你就不需要再做重複性 每天按按鈕就好了 所以很多事情工作 理論上當然我會覺得如果你要提高效率 減少人力的話 現在很多企業都需要有人去做一些比較自動化的事情 就是說事情不要一直重複做浪費人力 這樣的話 勢必第一個 你就可以花少了一點時間 第二的話 人也不用請那麼多 所以其實現在企業都一直在思考 怎麼樣可以少請人 然後相對的 就是說也比較有競爭力 所以待會兒我們來看如何做清除 如何再增加一個考評 所以待會兒我們就是要把 右邊的這兩個按鈕把它做出來 分別一個叫考評一個叫清除 那我們就先從那個清除這個開始 因為清除這個比較簡單 那我們上個學期其實已經講過 如何增加按鈕的這個動作 只是說要怎麼寫 恐怕有同意 大家忘了差不多 不過我們再把它稍微複習一下 如果將來你要做按鈕的話 不外乎就是幾件事情 第一個 你要先怎麼樣 一 先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這開發人員其實應該記得吧 上面一個箭頭 其他命令 預設的制定功能 制定功能區 預設這個是沒打勾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 請你把它打勾 它開發人員就出來了 OK 好 第一件事 第二個的話呢 點選這個Visual Basic 然後做什麼呢 把這個程式寫上來 那我把它寫在哪裡 寫在模組裡 所以如果你打開 當然我是已經寫好了 我把這個先移除掉 我這個跟各位做一樣的事情 就把這個 我切到另外一個還沒完成的檔案 這樣會 跟大家會比較一樣 我把它切過來 反正第一件事情 就是開發人員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Visual Basic 然後呢 如果你要寫出這個程式的話 記得你要寫在哪裡 記得喔 因為我有兩個檔 這個是沒有完成的 這個是已經完成的 那差別就是模組 所以如果我要寫程式的話 第一個先把Visual Base打開 第二步的話呢 按滑鼠右鍵 在這個專案的任何一個地方 插入模組 這個前面講過了 然後就把程式寫在這邊 然後按插入模組 接下來的話 我先寫有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就是一個Sub 所以我先寫清除 清除比較簡單 清除的話呢 那記得 如果一個按鈕 開頭一定是一個Sub 所以打個Sub 那如果那個按鈕上面名稱叫清除 你就打個清除 好這樣就可以了 我要做一個按鈕叫清除 所以Sub 空一格清除 Enter 好這樣就有了 Sub 清除 然後Enter的話 你會發現它會幫你加刮虎 跟End Sub 意思說 這個程式 頭在這個地方 尾巴在這裡 所以你把程式寫在這裡就可以了 如果你覺得字太小 你可以用工具裡面的一個選項 它有一個什麼撰寫風格 我喜歡把字至少放到14好了 比較大一點 按確定 那一般習慣 我會把這個Visual Base的畫面 把它縮小 然後移到我們的畫面的這個什麼呢 右側 一般右側這樣來看 一邊看一邊寫 可能會比較容易寫寫 所以 剛剛的步驟 一 把開發人員的Visual Base打開 二的話 就是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三的話 直接在這邊寫一個你要加的按鈕名稱 就打Sub 控一個清除 接下來我們要來寫我要清除的程式 那清除的話 一般是 B籃 一直到N籃 總共有七個籃位 那我就寫的方法的話 基本上 我們上個學期有講過 就是回圈先告 那一般是先哪一列到哪一列 所以你就把那個回圈根跟他講 4i 列號等於第幾列呢 我第三列 一直到第四十列 所以第三到 最下面剛剛看到是四十 第三到第四十 所以 4回圈 這個i的值 指的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那我們跟他講說 列哪一列到哪一列之後的話 那如果我要刪除這個B籃的話 那 不過我是建議啦 你這個公式 你在清除先不要清 因為你如果清除掉 待會我們要複製公式可能會出錯 所以我先把程式寫 那再來的話 要清除這個 一直到底下的話 你就打一個Sales 儲存格 哪一個儲存格呢 Sales 第幾列呢 第三到四十 那你可以用i來代替 因為它會變化 豆點 哪一籃 A籃 你就先 不是A籃 B籃 打一個 前雙引號 後雙引號 裡面加一個 那這個意思就是 我從B3一直到B40 那我要做什麼 把它清除 等於什麼 等於 這樣子清除 OK 還記得吧 裡面把它放一個 空的文字串 那意思就是清除的意思 那總共呢 我有幾籃呢 我有7籃 所以你就把這個先打好之後 複製下來 那下一籃應該是哪一個呢 下一個應該是D 所以就把這個改成D 有沒有 D籃刪掉 然後再來下一個 所以總共有7個 所以你就是分別 複製7個 然後再來改可以 那一般我習慣 我會用拖拉加Ctrl鍵 這樣來複製會比較快一些些 甚至你可以怎麼 還剩 這已經五個了 還要兩個 再複製兩個 這樣比較快 OK 然後分別就是把那個B 這邊應該是什麼 B 黃色區域 然後KLMM 所以你就分別把這個 改成KLMM N 那就分別把這個 這樣做完之後的話 他就會幫你把 剛剛的這個範圍的資料清除了 不過我不建議你現在執行 因為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你會把這上面的公式全部清空 那我待會兒 我如果要寫那個 怎麼講 烤屏的那個按鈕的時候 那我就無從複製這個公式 所以如果我假設 不是啦 我要再寫下一個按鈕 叫烤屏的話 其實你先不要執行 我強烈不建議 因為你執行的話 就麻煩了 除非說你有備份 除非說你可以這樣 你可以先把這個住專 先複製一個 然後用這個來練習看看 不然的話 你一執行之後 你會發現就會有個問題 執行完了 但是等一下 我這個公式我要複製 沒有了 就複製不到 但是如果你假設複製一個這樣 OK 那你可以把這個刪掉 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要再寫烤屏 把公式加上去 那加怎麼加 可以把清除 這個程式再複製一個 然後這個叫烤屏好了 名稱 其實因為主要程式都一樣 所以我的習慣是 直接把這上面的公式 把它複製過來 差別是說 如果清除的話 是後面 這個雙銀號裡面放空的 沒東西 就是清除 但是如果你要輸出有公式的話 很簡單 你就把這一串公式有沒有 也就B3 把它複製之後取消 再切到B就B上面 把它貼過來就對了 好 那貼過來第一個 拿其他都一樣 反正分別把它貼貼貼貼貼貼 這個等於要嗎 這個等於一定要 OK 你不要說像之前有同學 就把它等於拿掉 那如果拿掉 你會發現 有一件事情就悲劇了 有沒有 我拿這個來練習好了 比如說我再複製一個 然後我先把它清掉 那現在只有B欄 所以應該是 只有B欄會有WALK 來執行一下 這樣是OK的 可是如果你假設沒有等於的話 你會變怎樣 執行 就變這樣 全部都公式 有沒有 因為你假設你這個公式 裡面沒等號 他就不認為說 這個是一個完整的公式 就差一個等號 OK 所以這個等號不要製作主張 就把它刪掉了 好 那這樣的話 不過你想說是不對啊 這邊為什麼全部都是 總行審計部呢 原因應該是在哪裡呢 應該是這個啦 有沒有 A3要變成什麼 A3要變成什麼 I 還記得吧 上面有講過 就是把A 因為它現在全部都A3 那理論上這個 下一個應該變成A4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個A3的3 改成I 那改的方式還記得吧 你剛剛就記那個口訣 1先把3選起來 2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再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並且把and前後加空白 這應該有印象吧 OK 我們做了N變 OK 好這樣執行一下 有沒有 馬上就OK了 那BOK之後的話 那其他也是一樣的道理 有印象吧 有 最後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有兩個SUB 那這兩個SUB呢 就可以變成兩個按鈕了 所以這個作業就完成 應該沒問題吧 先試做看看 因為這個我想上學期期落 只是說應該你們大部分 都應該忘了差不多 但考試的時候可能會這樣考 就是反正我給你空白檔 你就把它這些做完 OK應該很簡單吧 只是說如果 因為如果不動手啦 我怕說有些同學真的就是 有些地方知道 但是做不出來就麻煩了 因為這東西其實就是 差一個步驟都不行 好啦 所以請各位先試做一下 一先把開發人員打開 VIOBASC 二的話呢 按右鍵 在哪邊 在這邊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一 二 三的話呢 就是增加什麼 一個SUB 然後把這一段程式碼 這一段程式碼 雲端上有 你們如果可以參考雲端 然後考評部分的差別 就是說再把這個公式貼到這邊來 然後這天記得喔 改I這個應該是最難的 其他如法炮製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試試看 好 試試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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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